你們上台都說 現在的火星會有拍子 所以應該會不會直接拍子 我自己是就是 當然被淘汰一定會有些很難過 可是我覺得火星的大家都是 用盡全力去做這個舞台 有時候就像我們火星的最長的Mix說 重要的不是你得到的成績 而是你在這個過程中成長多少 學習到多少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 還有沒有他要問的嗎 還有問題嗎 那老師在身為有些節目上看 他們當成長 你覺得他們一度以來的 跟一個成長有難回想 因為之前可能有難過的事嗎 有啊因為之前 之前第一次去合作賽的時候 其實就是蠻感動的 然後那時候是跟地球的文婷 然後一起跳我們的歌曲 然後後來又去當流星導師 我覺得很開心 台灣有一個這麼優質的選秀節目 讓很多年輕人的夢想可以好好的發揮 那他們呢其實 跟他們相處其實他們也很珍惜這個機會 然後也很努力 然後覺得這個世代就是他們的世代 然後看著他們一步一步的進步 然後越來越好 其實非常替他們開心 那你剛剛說那個演唱會開賣賣票 然後後來好像沒有有吵架跑到褲了 你們自己身邊親有都有買到票嗎 家人沒有買到票 對 可是就是 家家自己說 這個節目 就只有讓我們可以讓家族 購票 這樣 所以我覺得蠻開心的 那家節目結束不晚了 你好像工作人員滿足的 所以就是忙 有比較適合 嗯 最近還有一些活動在 在跑 比如說7月16的見面會 然後我們在8月6號也有 ATP也會表演 然後還有7月25號 其實稍前會出寫真書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最近有感受到人氣爆棚 在路上就是有四樣的回想 在路上 就是有一次我去買WATS的時候 然後也被粉絲認出來 就是很日常的時候也會被認出來 那我其實是蠻開心的 對 像我自己平常喜歡 所以見心又好 有一次我覺得 剛好會把這次見面的朋友 推略一下見心又好 就有 對 有稍等給大家打個招呼 有問我 那時候你在幹嘛 我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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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兇 還蠻性感 對 對 就是會比較害兇 沒有想到 所以第一次被女粉絲出來 就是男粉絲還有女粉絲 他有女粉絲認識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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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如果見到女粉絲認識 你可以 所以他想要被你頭狀 是OK嗎 OK 我想問王子 因為本身是團體出道 然後 在原則上 看他們 就是表演啊 這些 然後有沒有自己跟他們 就是以前到現在 然後你自己跟他們 我覺得 呃 他們的 現在的資源 跟舞台 都非常的好 那我覺得 這是他們的世代 他們的歌唱 跟舞蹈的實力都很堅強 因為他們現在面對的是 其他海外的一些 實力非常好的團體 那我覺得 他們雖然現在曝光度 非常的高 但是我覺得他們 也都很 很努力的在自己的 跟歌唱跟舞台 平常我們 在沒看到的休息室 其實他們都是在練歌 所以我覺得 他們 很棒 然後希望他們 一直持續的努力 對 王子是不是有講 對火星的經驟 哦 對啊 就是 去世一團活 善事滿天心 我覺得蠻符合 當下他們的表演 他們結合起來 是力量很大 但個別又有個人的特色 那剛好委屈又是 一個活一個性 所以我覺得 呃 時機 蠻好的 剛好在那時候 有這個 評語這樣子 那事情就是 前一陣子有去上 那個小姐不惜地 那就是 第一次遇到小S的嗎 那天有沒有發生 什麼有趣的事情 對 是第一次遇到小S快人 對然後 呃 他就是跟 我想像中間很幽默 反應很快的機制 然後 我覺得有蠻多有趣的事 就是 呃 不光是在節目上 連我們在 疏滑間 或是只是 打個招呼的時候 S解有幽默 都可以讓大家 呼唐大笑 嗯 他有想要透過你的胸部 欸 沒有 他 他是有透露說 就是 如果不在疫情期間的話 他蠻想這麼做 但是因為那時候疫情期間 大家就 距離比較遠 但你OK嗎 如果小S解答 對你的胸部 我沒有想過這個 王子要會聊一下 就是如何面對爆紅的心態 給這兩位後輩 我覺得就是還是專注在自己個人的事業上面 然後 呃 當然會遇到很多輿論 很多評語 但是我覺得做好自己 的本分 然後 呃 朝自己的夢想 就可以了 對 因為現在其實是 我覺得現在的時代跟以前的時代不一樣 以前我們是比較 不能 比較沒有發言權的 或者是被公司包裝好 但我覺得現在 年輕人更喜歡做自己的藝人 有自己的風格 有自己的特色 那我覺得 可以盡量的展現自己是這個時代 呃 很好的一個 趨勢 看他們這樣子有沒有想要找回家 幫幫他們還原在 沒有啊 比如說 我覺得跟他們三個搭配蠻好的 比JPN還好 對 他們兩個先休息 我覺得我們這樣子 平均年齡 年齡拉比較低 可能很好 那會換體力更不少嗎 體力好像會有點多 但OK啦 平常有在運動 還可以 對 那你常常有愛這一塊 你會覺得 欸 我覺得看個人欸 因為每一個人對於感情 都有自己的想法 對 沒有一定 那會祝福那個 龍雪的新年齒 呃 對 看到他開心 我也很開心 然後 嗯 也可以 要他一起來玩橘子的遊戲 可以更開心 認識男方 認識認識 好 之前這個動動組 其實會遇到一些瘋狂粉絲 那其實之後兩位後輩一定也會遇到 因為我聽過就是小玉說有那個 粉絲會訂他們旁邊的機位 嗯 或是直接住在他們對面的房間 對 透過貓眼偷看 房間裡面在幹嘛 之類的 對 所以如何應對這樣子的狀況 對 這些情況我們都曾經遇過 然後 那時候其實公司也蠻保護嘛 就是我們的座位旁邊一定是 後來都是有被訂起來的 然後我覺得還是要呼籲歌迷就是 追星還是要理智 就是你出席他的公開活動很OK 但是私底下的隱私還是建議不要去打擾 因為我們曾經就有是 有 那時候我們六個人住在一起的時候 有人闖進我們家的地下室 就是 確實會讓我們覺得很害怕 那我覺得現在的歌迷應該更理智了 然後 要遵守這些規則 從進去有看到你們的鬼門嗎 有啊 有一次我們就是六個人回家吧 一開電梯 我們好像忘記那時候住幾樓10樓 就一排歌迷坐在我們的七樓 我們就嚇死 然後後來其實就是有請公司處理 希望大家還是理智追星去公開的活動 然後支持他們的寫生集演唱會 這樣子就很開心 對 對 我想問一下就是兩位少年啊 之後要有一個大局雷台 所以你們有特別做一些準備嗎 還有三位特別擅長遊戲有什麼 大局雷台 做哪一個 我們其實在大局雷台的時候 有 偷偷大家約在 看前面講 我們其實有偷偷就是約在外面就是 網咖 對 大家一起團練 因為像我們可能中間會有比賽 我們就會分隊偷偷練習這樣 對 就是我們去網咖玩 然後就先體驗一下 不然那時候 就是體驗的時候出球就會被小 然後因為是男生 然後又有好勝心 對 所以我們事前就 有先去網咖做準備 所以會比較慎長遊戲 你的身體是怎樣 我喜歡星空之谷 對 你像什麼 原因是因為我小時候 我姊姊和我媽媽都玩 然後 而且我媽媽還是主教 就兩百等的主教 對 然後他就帶我去破獻物 其實我覺得蠻危險的 對 像我蠻喜歡玩星龍之谷的 因為我本身就很喜歡這種RPG角色扮演遊戲 因為他可以體會到就是我們現生活中不會出現的很多奇幻故事跟劇情 那我的話呢 最喜歡玩的是天堂M 那因為我喜歡有等級制 然後可以一直累積 然後又可以在線上跟同學互動 然後團練 比如說我們以前上學的時候 放學的時候就會約幾個朋友一起練角色 一起去闖任務 一起去練功 我很喜歡那種積極的遊戲 那種有課金嗎 課金喔 有啊 那時候好像是 就是儲值吧 然後也會 買裝備 但是不多啦 以前的小時候的零用錢也就幾百塊 頂多一千塊 就是不會很多 我覺得 那時候也沒有這個能力 對 我覺得 還是 不要花太多課金在遊戲上 合理的可以 長大後有玩 但是不會一直 因為有工作嘛 就是偶爾 六月或放假的時候玩一下 而且現在的機制 很多抽獎活動其實也蠻好的 最近差不多了 還有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 為什麼 最近在長期的時候 我最近 剛錄完全明星的觀察中 然後 正在拍攝一部戲 然後之後 會有消息公布給大家 然後也希望大家期待一下 全明星的第四季 還有原始少年接下來的演唱會 祝他們 演出成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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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的 看一下別的東西 謝謝 中文字幕 李宗盛